歡迎收看本週的時尚Hashtag 我是千佩 今天的節目內容 包羅萬象喔 先跟大家預告一下 我們有很多相關於電影的消息 像是說小丑 眾所矚目的小丑呢 我們要帶大家去看到 首映的小丑的小丑呢 另外你喜歡蜘蛛人嗎 蜘蛛人的電影也有相關的後續的消息喔 還有韓國的男神孔劉 他的芯片也要上 不過聽說頗具爭議喔 今天都會帶大家來了解一下 另外就是週年慶開跑 上禮拜有教大家你知道 先熱身賽一下 這個禮拜教大家怎麼樣開始下手 好的 先來關心一下本週的Fashion Focus 上禮拜我們是去米蘭看時裝秀 這個禮拜飛到了巴黎來看時裝秀 首先要介紹的是一個美國的設計師 叫做托姆布朗恩 他算是美國當代裡面 蠻受到矚目 而且深具影響力的一個男設計師喔 這次呢他的秀走的是這種非常怪誕 然後又幽默的蠻奇怪 又很可愛的一個風格路線 像很多貴賓都是座上賓 像是有Cardi B啦 或者是梅西威年斯等等的 那麼先講一下這個秀場 他其實就是有一個噴泉 但是噴泉噴出來不是水 是一個用布的一個噴泉 那另外四處就放了很多的人肉雕像 這樣聽起來想像起來 是不是有點小小的詭異對不對 那講述的故事呢 是在講這種超現實的故事 有一個人魚公主呢 他住在凡爾賽花園裡面 聽起來是不是有點吊詭呢 一起去看看 秀場中央是一座條紋不包覆的噴泉 四周矗立著人肉挑笑 既怪但又可愛 餘地片段但又合身的縮水西裝 戲劇性的巴洛克 以及洛可可宮廷元素 展現誇張浪漫的氛圍 這一次更不例外 挑戰時的時尚故事 看起來就像一位人魚公主 住在凡爾賽花園裡 秀中甚至請來了 馬西威勒斯跟卡利畢成為座上賓 卡利畢身穿灰色暴乳西裝 坐在時尚教母安娜溫特旁邊 十分聚焦 諸多大咖出席 未受助陣 大家最近在看電視的時候 我們常看到我們的預告片 就是電影小丑的Joker的預告片 打得非常的如火如荼 大家非常的期待這部電影 那麼它是由金球獎影帝晚婚 菲尼克斯所主演 最近也在好萊塢舉辦了首映會 不過因為DC電影公司 就很擔心喔 在七年前黑暗騎士靈明崛起 會有槍擊事件 就是在戲院引發的槍擊案件 擔心會再度引發恐慌 所以他們就是在首映會的時候 要禁止所有的媒體朋友們提問 電影公司覺得你們先看了再說 就是怕這種有輿論啊 或是有這種負面的消息 去影響到再度引發 所謂的槍擊事件 而且聽說水行俠它也現身囉 一整套紅色西裝 偽絕笑容讓人發寒 這部講述蝙蝦死對頭 小丑聲勢的電影在全美上映 不只引民關注 甚至成為美國司法部門 關注的一個議題 超級英雄宇宙當中最深名遠播的反派人物小丑 講述一名患有精神病的喜劇演員 在職場跟生活當中遭受打擊 讓他走上犯罪人生 外界質疑電影是否在宣傳暴力 過去在電影《蝙蝠俠黑暗騎士》當中 扮演小丑的希斯萊傑 在電影上映前不久 就死於過度使用藥物的意外 也讓這部敘述小丑聲勢的電影蒙上陰影 對 源自DC最著名反派的電影《小丑》 日前正式在台灣上映 單日全台創下了超過1700萬台幣的票房夾擊 不只故事還有演進引人入勝 社會議題也成為了熱門話題 讓不少影評人直接點名 電影《小丑》勢必成為明年奧斯卡的熱門電影 在漫威宇宙裡面最喜歡的是哪一個英雄人物呢 我記得上次有做一個統計 第一名竟然是蜘蛛人耶 是這個由湯姆霍蘭德所主演的小蜘蛛人喔 不過前陣子就有聽到說漫威跟Sony他們好像談不攏 所以未來你在漫威宇宙裡面你看不到蜘蛛人 所以很多的影迷朋友就非常的傷心 但是現在有新曙光囉 就是漫威的總裁凱文費吉呢 他決定要退一步 所以他們就重新簽了一個合約跟Sony 於是乎在未來的漫威漫畫裡面 你再度可以看到蜘蛛人的發展囉 《小蜘蛛人》湯姆霍蘭出席活動 與在場記者有說有效展現親和力 然而就在上個月卻傳出因為條件談不攏 蜘蛛人將會離開漫威電影宇宙 很奇怪 我肯定仍然感覺像《新男人》 這是很興奮的感覺 因為我已經做了一段時間 但我很幸運 我看到蜘蛛人仍然很興奮 他們都很興奮 他們都很興奮 我們都跟他們一起分享 所以我只能夠期待 讓這部影片出來 聽到什麼大家都覺得 電影《蜘蛛人》離家日票房開出好成績 累積了不少死忠粉絲 一度傳出蜘蛛人續集難產 讓成千上萬的漫威迷一度無法接受 《小蜘蛛人》湯姆霍蘭不只有親和力 還展現超高人氣大方跟粉絲合照 然而最終漫威跟索尼雙方達成了和解 承諾會聯手打造第三部《蜘蛛人》 《返校日》系列電影 仍然也是會有湯姆霍蘭德主演 這部影片計畫將會在2021年7月16號正式上映 消息一出也讓戲迷們鬆一口氣 接下來喜歡孔劉的Fancy朋友們 你們要非常的開心 因為孔劉最近即將要再度登上大螢幕 我是睽違一幕三年之久要跟鄭尤美三度合作 這次是扮演夫妻 那他們其實這個電影是改編自韓國非常人氣小說 叫做《82年生的金智英》 那其實這部片就被冠上好像有點女性主義的標籤 頗受到爭議 那有人就在問到孔劉 那你會不會在接拍的時候有點怪怪的 他說不會 他覺得很自然 因為看了劇本的時候 他就淚流滿面 你可以想像到孔劉被感動到淚流滿面的樣子嗎 他說覺得看了這部片的劇本 彷彿就想到了家人 一起去看看他的新片 在新片《82年生的金智英》 跟小4歲的鄭尤美三度合作 40歲的韓國男性孔劉 睽違三年重返大一幕 我會不會變成這樣嗎 你會不會變成這樣嗎 我會幫你幫忙 我會幫你幫忙 是最好的 新片改編自韓國熱賣100萬冊的人氣同名小說 女主角反映出在韓國的女性 遭受到諸多性別不平等待遇 該作品被部分讀者貼上女性主義標籤 恐怕引來仇女族群的負面評價 但再次接下具有爭業性的作品 孔劉說自己還是沒有太多遲疑 讀劇本的時候她想到了家人 讓她哭得很慘 可以一度打給了媽媽表達感受 氣裡氣外都再次展現出暖男形象 金馬獎的智慧和主席李安寶寧 最近是非常的忙碌 除了要忙金馬獎相關的事情之外 她也在全球緊鑼密鼓的宣傳她的芯片雙子殺手 這次是第一次和Will Smith兩個人來攜手合作 這芯片10月份就會在台灣上映 其實在這部片裡面 Will Smith他是飾演一個頂尖的殺手 但是他被一個23歲的自己給追殺 這時候你就會看到一個年輕版的Will Smith 跟一個中壯年版的Will Smith 兩個在那邊廁殺 不過這個年輕版的Will Smith 他不是用一般傳統的這種簡鈴的特效 他是打造一個全新的數位人類 聽起來是蠻炫的 一起來看看李安怎麼講 威爾史密斯在首都布達佩斯的布達城堡 替李安芯片 電影雙子殺手全球首映教室 走轟炭的時候 瘋狂跟粉絲大玩自拍芯片當中 威爾史密斯飾演一名頂尖殺手 被23歲年輕的自己所追殺 電影更動用新科技 用特效創造另一個分身 整項宣傳導演李安也一路想陪 其實從Live of Pi 開始 我開始做Digital 我開始做Digital 我開始做Dimensionalized Filmmaking 3D 這是一個很長的旅程 我去探索 Digital Cinema可以給我們 很興奮 舞台上又唱又跳 剛滿51歲的Will Smith 這趟電影宣傳正逢生日 生日當天還舉辦了場電影演唱會 老婆也陪同出席 你耿上台替勞工助興 好萊塢的女星戴咪摩爾 因為第六感生死戀而走紅 那56歲的她推出了自傳的書籍 叫做Inside Out 它裡面她就有爆料 就其實她在15歲的時候 曾經遭受過性侵 而且這個性侵不是偶然的事件 是她被她的母親 以500元賣給了一個陌生男子 然後因此她就被遭到性侵 不過那個男子還特別的跟戴咪摩爾說 她說被自己的母親用500元賣掉 然後當妓女這樣子感覺 應該不太好過吧 算是一則滿令人不捨的新聞 美光燈閃個不停 56歲的好萊塢女星戴咪摩爾 亮麗出席活動 近期推出自傳 Inside Out 炙爆15歲的時候遭到性侵 緊接著戴咪摩爾上節目時 進一步描述 遭到強暴並非意外 而是被自己的親生母親 用500塊美金 將她賣給陌生男子 有很發生的 做人家賣給你 我認為 我深深的想法 沒有 我認為 是一向不爹 是一向不平的卡 但是她還是給他 對他 的措施 然後把我 在傷害的方式 戴密摩爾宣傳自傳 自爆 性侵經驗 而她口中奪走她爭吵的陌生男子 還反問她 被自己的媽媽用500塊當劑米賣掉 作合感想 令在場所有人相當震驚 那不是最後一次嗎 這些不堪回首的回憶 改變了戴密摩爾的一生 她坦言當時的她 感受到毀滅性的背叛 自傳當中還描述 從以來的辛酸歷史 包含了離婚 流產 酗酒等問題 她表示在她自我放棄的時候 身旁的人都沒有放棄她 幫助她走回正途 因此決定出書 坦誠面對 也希望給跟她有相同遭遇的人 正面力量 好萊塢的帥哥布萊德彼特呢 跟安傑琳娜球莉 曾經是金童玉女 不過在2016年的時候 雙方就提出了離婚的申請 在現在終於正式落幕 他們已經算是尼宗寧的陽光道 我走我的獨木橋 兩個人正是沒有任何的關係了 不過布萊德彼特最近正在宣傳 她所監製家 主演的電影《星際救援》 不過她的焦點都放在 她是不是跟一個珠寶設計師 在交往呢 一個美魔女在交往呢 如果真的是的話 是非常的祝福她 好萊塢男神布萊德彼特 跟前妻安傑琳娜球莉 兩個人婚姻 今年才正式結束 近來忙著宣傳芯片 星際救援 雙方就準備了離婚前 離婚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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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這個 大黃色的橄圓 這部電影 在拍攝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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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很嚴重的 調整整 我們想要做一些真誠的事 不想要成為正式 不想要成為直 不想要成為直 不過他最近被爆出 正跟一名圈外女子交往 對方是一名珠寶設計師 兩個人在一年前的音樂季上認識 而對方有一名女兒 已經跟布萊德比特見過面 對方開的珠寶店 在好萊塢火炬人氣 甚至布萊德比特的前妻 珍妮佛安尼斯頓都曾經是客戶 但這個傳言已經遭到否認 布萊德比特身旁的工作人員表示 他們只是朋友關係 布萊德比特離婚之後 曾經跟女星莎莉賽隆傳出飛聞 讓安潔莉娜球力相當不爽 不過這段戀情也始終沒有獲得當事人證實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又群 哇 一年一度的週年慶又來了 週年慶的時候要怎麼選購才不會後悔 當然就是要跟著專家一起逛 所以今天我要帶著大家一起去逛街 看看怎麼樣選購週年慶必敗的單品 我們走 成功的奧斯卡最佳女配照獎的黑人女星 露皮塔尼勇歐 2013年因為演出電影《自由之心》而受到矚目 在接連出演恐怖片《我們》以及漫威娛樂大片《嘻爆》之後 近期改變戲路 首度嘗試恐怖喜劇 校外打怪教學 在片中飾演《在片中飾演幼稚園老師》 帶著整班學生開心出遊 校外教學 想不到在農場園區當中 撞見殭屍入侵 為了不讓小朋友驚慌失控 只好一邊聯繫假裝這些殭屍是假的 一邊找來夥伴對抗殭屍大軍 誰還記得怎麼玩拳 那些有趣的人在那裡 走開 我們這裡有病人 天啊 天啊 我不給我 什麼事 我們都會死 而片中成功打造嚇人殭屍的幕後團隊 其實大有來頭 不但塑造了身為旗航 異形等電影當中的害人怪物 團隊更以瘋狂脈絲獲得了奧士卡 最大化妝及髮型設計獎 也讓陸皮打大戰 光是用看的就受不了了 而某小孩配上血腥殭屍的創意反差 也讓校外打怪教學成為 今年必看的殭屍電影 我的工作是保持你安全 留在這裡 直到我回家 如果你在最後 你會知道我殭屍的殭屍 那種形態的行動是不可惜 那麥克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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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無法用語言 我會問你 要求你 然後等著你 等著你 如果你開心 本周的人气王要跟大家来讨论开箱文 大家讲到开箱文会联想到什么呢 其实就会联想到部落客的开箱文 就是可能会有一个盒子 那么盒子会先从外观开始看起了 打开里面把里面的内容物拿出来 一的介绍 那开箱的普遍就是开箱什么3C用品 美妆品等等的 但现在呢 这个风潮开箱文已经扫到了 我们国内的军警单位了 怎么说呢 你可以看到不管是警察也好 或是消防队也好 或是海巡署也好 他们都可以展示一些豪华的配备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国内的军警也是蛮强大 而且也展露出他们幽默的一面 海巡署在脸书上po出开箱文 将装备器材摊开的画面 让任何人一划过清楚了解 海巡署单位的器材 被网友赞誉是史上最狂 他们将巡防舰艇跟直升机 通通开箱给民众看 让大家知道海巡署海上守护大家 生命安全的阵力有多坚强 除了海巡署外来看看装备警车 还有警用机车与人排开的画面 全台第一个响应的是台中市警察局 你们看看还有酒侧栅栏真的好可爱 也再次提醒大家不要酒驾哦 而每天都为我们将垃圾清洁干净的清洁车 也加入了这一次超豪华的开箱文 除了可以看到清洁袋 扫把清洁筒 红布条上的标语也再次呼吁清洁垃圾的重要性 以及防范蚊虫病情 而我们也从开箱文再次体会到他们工作辛劳的一面 还有一个被称是地表最贵开箱文 就是中华航空咯 他们也在脸书贴出 飞航守护开箱大挑战 里面包含了一架造价数十亿的空中巴士 短了24小时超过了1.6万人按赞 容真是最贵的开箱文 当然也有不少的网友抱怨 怎么少了空姐啊 现在只要在IG搜寻 hashtag开箱文关键词 就可以看到大家都以什么样的主题po照片咯 像是有以同样黄色服装的呀 也有晒出宝宝照片的形式 出门旅游也有人晒出自己的行李 还有桃园一家严肃鸡摊 老板整齐拍列食材 自己也入境非常逗趣 哇今天以上介绍是不是觉得你好像不开箱你就漏了对不对 各位观众 我在安提产后护理之下也不是闲着的好吗 咔嚷当当 我也跟大家来开箱 你看我开什么箱 没办法因为所有全世界都在开箱 那我觉得我不开我好像对不起自己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我开了有什么就是有基本款的小朋友的婴儿车嘛对不对 然后还有这边相关所有的家室你知道这些家室我才拿了房间的一半东西而已喔 因为还有带太多太多的家当在我们的房间里面 然后另外你看我还准备了大宝具给我的宝贝 我要把第一胎的女儿给玩的还有行李箱啊等等积奶器啊有没有的 重点是谁 重点是这些我每天都会接触到的人 他们就仿佛是我的家人一样 我可能看到他们的时间 相处的时间都比我先生还要多 像是有这个客服啊 然后护理师啊 保姆 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要特别提出 就是我们的亲嫂阿姨永远是在第一线 要向他们致敬 真的很辛苦 然后他莫名其妙打扫了一半被我cue进来拍照 然后他的表情也是非常非常的到位喔 所以其实我觉得偶尔开向下感觉真的颇不赖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家的宝贝 Q妹 他真的是很适货耶 他就是一准备要躺下来拍嘛 马上就这样 你没有看过瀑布式的兔奶吗 等于就是往我这样 人生都是他的奶 然后我记得就是他一吐完之后 马上就进入这个昏沉的状态 又深睡了 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他整个睡得非常的熟 吐完就可以睡得这么熟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开箱呢带给我很多很多的回忆 所以其实呢 既然全球都在封开箱文的话 大家不妨也可以开属于你自己的开箱文喔 是的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聊看 中年庆的小PayPal 上礼拜我们专心在看我们的节目呢 其实小亮已经教大家了对不对 要买要买半年份 但现在我们要有个交战手册 毕竟中年庆要买就要买到好 买到对 钱要花在刀口上 譬如说有很多的什么信用卡优惠啦 百货满额赠啦 或是品牌单店的一个消费的折扣啦等等 太多了包罗万象琳琅满目 到底要怎么买才买的划算呢 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李悠群老师 带大家来逛周年庆 哈喽大家好我是又群 哇一年一度的周年庆又来了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准备摩拳擦掌 好好的大肆写拼一番呢 可是很多朋友问我 周年庆的时候要怎么选购才不会后悔 我觉得非常简单 比方说你可以选择一些实用性的 高CP值的 或者是价格上面比较落差大的 但是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要跟着专家一起逛 所以今天呢我要带着大家一起去逛街 看看怎么样选购周年庆必败的单品 我们走 好的我现在来到的是在瑞士有 素有这个顶级抗劳品牌之称的Lacoling 那大家都知道啊 如果你去国外最高级的SPA 最高级的护肤中心呢 他们可能使用的保养品都是他们的哦 那这里呢据说是台湾百货公司 独一无二的护肤旗舰店 那至于要推荐什么呢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一款 极品无菱奢华的薄金翠 过去呢如果你买一盒呢 它会送两剂的安品 但这一次周年庆不得了哦 两盒可以送全组 包括我们身体的体雕啦 包括霜啦 一次可以满足你所有保养的需求 你使用的时候会发现到 它的质地是非常的浓稠 但是呢推起来它没有负担 非常的清爽 据说他们用了一个最高级的科技呢 是独家的专利配方 可以让你刺激胶原蛋白生成的一个机制 所以你晚上好好做呵护的话 我相信只要拥有了它 就会让你的肤质 坦润Q弹紧致 而且啊我最欣赏它的一点是 据说它有一个独家的专利成分 可以让你生成胶原蛋白 让你的脸呢 up up 光彩好气色 抗老做完了呢 再来什么很重要 我觉得亮白很重要 可是呢市面上真的很少有像Lacolin一样 它可以同时亮白 还可以让你的脸颊up up 更重要的是它还抗敏 所以如果你是敏感肌的朋友 也千万不要担心 它利用的类似光谱的原理 也就是说不会让你的脸死白 而是在光线的投射下呢 得到非常自然好的气色的呈现 那尤其是它的质地呢 呈现非常优雅的珠光 把它推开的时候你会觉得说 哇一点都不油腻 非常的清爽没有负担 然后呢建议大家一定要闻一下 没想到它居然有香水的效果耶 因为它是用这个 法国香水调香大师 特别为它们精心调配的香味 所以你可以闻到 它里面有前中后三味 跟香水一样 所以我觉得欧洲的贵妇真的不简单 保养的时候 同时也可以有时尚气味 好的 我们做完抗老啊 做完美白呢 有一件事我觉得更重要就是 夜间要好好地修护我们的肌肤 所以呢像我手上的这一瓶 它是用四倍高浓度的保养的精华呢 全部浓缩在植物的萃取里面 所以你在夜间修护的时候 它会慢慢地一层一层释放 最重要最珍贵的保养精华 让你在这个每天睡眠的同时呢 得到最好的滋润最好的呵护 然后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到 哇我的皮肤宛如新生 非常的光彩亮丽 还有一点 它里面呢 一样有淡淡的香水味道 就好像到了法国 被法国的调香大师亲自呵护一样 好的 我现在在的这个专柜呢 我个人也是他的粉丝 来自美国的伊丽莎白亚顿 那大家如果有印象 一定知道他们的胶囊是非常厉害的明星产品 可是呢除了胶囊之外 我今天要介绍的就是 新生安瓶 它是以DIY的居家换肤保养作为概念 当你拿到新瓶 你就要按下这个黄色的按钮呢 它就会变成这个颜色 是不是觉得非常神奇呢 然后你看到它的颜色 还有质地都是非常的清爽 一开始用的时候 会有一点点微微热热的感觉 其实它就是一个换肤很重要的概念 就像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 一开始健身 你一定会觉得肌肉比较酸一点点 但之后呢你就会适应它 所以最重要的是 一盒里面有四剂 你每个礼拜只要使用一剂 它本身呢可以解决我们皮肤大部分的问题 比方说细纹啦 斑点啦 暗沉啦 肤色不均啦 一次解决 因为它使用的是多元复合的果酸 去中和我们皮肤的酸碱值 大家知道 只要皮肤的酸碱值 PH取得一定的平衡之后呢 我们的皮肤就会看起来 比较有光彩 比较有气色 另外呢像这一组在周年庆的时候呢 它们还赠送可以保湿的胶囊 再来就是我很喜欢的 橙灿精华 因为它有熬夜神器之说 就是你在这个晚上 如果真的觉得气色比较不好 或者需要熬夜的时候 使用它保证你隔天起来 肤色会非常的让人家羡慕喔 那第二个我要介绍的呢 就是黄金导航胶囊 在周年庆的时候呢 你还可以得到一个前导衣 一个日霜 一个晚霜 是不是非常的滑得来啊 那这一款这个黄金胶囊 它最重要的就是 配合全新的配方跟高浓度喔 经过一定的时间 一定可以让你的皮肤 看起来变得改善 看起来更有气色 比方说皱纹的部分啦 保水的部分啦 或者是一些 可能脸上有些瑕疵的部分啦 都可以在这个 一定的时间内 得到非常好的护理 再来这一款呢 是让我非常兴奋的 因为你知道 它是9月的时候 才刚刚上市 而且在台湾喔 它居然是亚洲的首卖据点 就是 当当当当当 维他命C胶囊 而且趁周年庆的时候呢 你还可以顺便把黄金胶囊 跟前导衣一起带回家 这一款维他命C胶囊 它强调的是使用 脂溶性的维他命C稳定的配方 也就是比传统的脂溶性维他命C呢 强效高达有178倍左右喔 而且你可以发现到啊 这款维他命C的胶囊呢 它使用的是Dry Oil 也就是比较清爽没有负担的质地 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如果你是油性肌肤啊 或者是这个 比较年轻的女生 你都不用担心 它是非常的好吸收 我们都知道啊 其实瑞士它是全球这个护肤疗养 非常著名生物科技的一个重症 那很多的贵妇呢 都会准备了非常大的预算啊 比方说一次要50万到瑞士最顶级的回春疗养中心保养 但是据说呢这个中心他们使用的产品都是我眼前的这个 柏金瑞士 因为他们也是有欧洲贵妇之间不能说的抗老秘密之称喔 其实你可以节省50万的预算 只要你直接到柜上趁着周年庆大肆的收购一番就可以了 那像这个组合里面呢他们有一个明星产品就是RS28神效精华 它结合了独家的萃取法 也就是鸢尾花根的冰干精脆 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到 因为它结合了很多的生物科技 它用起来质地是非常的清爽 不会黏腻 非常的好吸收 你持续的使用隔天醒来的时候就会觉得 肌肤宛如再生一样 除了这个以外呢 另外一款冰花萃 它被誉为是梦幻级的调理凝露 它里面呢包括了大马师格的玫瑰唇露 还有有机的这个使车菊的唇露 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你会觉得它非常的保水 然后呢它可以舒缓我们的一些敏感的症状 得到油水平衡以后 那肌肤的肤矿就会慢慢的得到缓解 气色会越来越好 除了这两个明星产品以外呢 这个组合里面还有基因光彩活肤精脆 还有就是青春再生霜 所以四个产品之外 包括青春再生霜跟RS28神效精华的随身瓶呢 这个组合趁周年庆的时候不带回家还带何时 除此之外呢 如果你觉得你脸部已经开始有一点点下垂皱巴巴的困扰 没关系 RS神效宁美组呢 我建议你可以在周年庆的时候带回家 那它里面的明星产品呢 就是我手上这一瓶宁美助言的精华 它里面呢 除了刚刚讲到的鸢尾冰根的萃取之外呢 还有两大生物因子包括这个紧实的拉提因子 跟这个专利的抗皱因子 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你会觉得脸部的松弛 开始经过慢慢的调理以后 变得淡化了 然后脸上的细纹呢 也会慢慢的得到缓解哦 再来就是这一款 你也可以趁周年庆的时候带回家哦 因为它就是所谓的对抗地心引力的神器 一个极致的安平 如果你要做好居家的护理 你可以在28天的时候 把疗程呢 做得非常非常的彻底 它里面呢也是含有我们最顶级的鸢尾花根的冰干精粹 然后使用这个安平的时候非常好玩 你自己可以像科学家一样 比方说你把其中一瓶呢 拆开来 然后另外一瓶呢 你可以把它打开来 注入在里面 那注入完之后呢 建议你使用的时候 要在4天内使用完毕哦 你就会发现到你的皮肤充满了光彩 恢复到原有的最好的气色 金氏的格纹在今年的秋冬是主流 它是假两件事哦 有些爸爸或者是这个男朋友 他不太懂得怎么样打扮 没有关系 你已经帮他搭配好了 今年汉米尔敦主打的限量款 如果你是喜欢比较粗犷 比较复古的男生 甚至女生都非常适合哦 周年庆一定要介绍的就是我最喜欢的晚表精品品牌 汉米尔顿 那汉米尔顿大家都知道是晚表收藏家的最爱哦 那今年呢不但是你称重年轻可以好好入购一番呢 最重要的是它有非常多的限量款 大家看到我手上的这个皮套了没有 就是今年汉米尔顿主打的限量款叫做大飞行系列 那这款大飞行系列呢为什么用皮革去表现 你可以看到它送了一个非常有这个复古风味的皮革套 因为它是跟经典的皮衣皮革的品牌Shot做联名合作 所以里面的所有皮革都是来自于这个品牌的联名打造 那除此之外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晚表上面使用绿色的表盘 这个表盘呢我们叫做Green Fest 它就是充满这种可能是珍珠港事变那个时候 二次世界大战美军这些飞行员在用的晚表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有这个比较大的表盘 比较大的表面 那另外呢就是指针的部分 它虽然是镂空 可是这个镂空呢就是用那个年代 比较夜光 然后故意做的有一点点复古的风格 所以我觉得你在使用起来的时候 是非常的有味道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连结时尚的轨迹 所以如果你喜欢汉米尔顿 这一款我觉得一定要投资 听完我讲完大飞行系列 一定很多女生说不公平不公平 老师我也要 没有问题 博登系列就是你的首选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今年它出现了大的表面设计 跟比较典雅的款式 所以男女都可以一起用 那我觉得喜欢收藏表的人都知道 手上链是非常迷人的 博登它全部是用手上链的一个设计 再加上它的表冠呢 是吉伦式的表冠 然后造型本身是有点古典典雅的 酒桶形状 然后包括这个罗马数字的表盘 所以全部都是非常迷人的 如果你喜欢复古的感觉 这个是绝对要投资的 另外就是这个皮革表带 你可以看到比较大的这个款式呢 它是用这个雅光的设计 然后表面呢有绿面跟这个蓝面 所以呢 女生其实也可以带哦 这几季非常流行 女生带比较大的晚表 所有博登系列都是用这个 来自40年代的原创风格 所以越带会越有味道 再来就是我自己个人很喜欢的 爵士动心系列 你看到爵士动心系列的造型了没有 是不是充满了复古的感觉 没有错 它就是当年呢 英国殖民文化的设计 再加上那个年代的印第安 会出现的一些图腾的概念 去融合在一起的 那特别的是我知道 非常多的晚表收藏家呢 都很喜欢镂空的表面 这个镂空表面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很精致 高级工艺的鱼鳞纹 我们看一个表面的设计呢 就可以感受到 这个品牌它本身的工艺的精湛技巧 所以像这个款式 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 比较粗犷 比较复古的男生 甚至女生 都非常适合哦 我觉得啊 在周年庆的时候 有一件事绝对不能忽略 就是不能自己买得很开心啊 然后完全忽略掉 另外一半的存在 不管它是你的爸爸 还是你的anada 另一半 所以呢 我今天要带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觉得自己非常喜欢 很古典很优雅 来自法国 能充分展现 法国传统工艺的品牌 孟特焦 那孟特焦里面呢 像这次周年庆 就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些单品 可以介绍给大家 比方说 这件服装呢 你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多层次的穿着 但实际上它是假两件事 也就是在秋冬换季的时候 有些爸爸可能 或者是这个男朋友 他不太懂得怎么样打扮 没有关系 你已经帮他搭配好了 里面用统一的电缆色去呈现 那包括是今年秋冬 一定要具备的格纹 我们都知道 英式的格纹在今年的秋冬是主流 再加上呢 看起来像是一个针织背心的面料 去组合的假两件事 特别是呢 它可以让你看起来比较显瘦 因为你不用穿得非常的多层 而且在里面呢 它又做出了刷毛的一个设计 所以在秋冬的时候 穿着是非常的保暖 而且又有充满了这个学院风 很牙匹的气息 除了这个以外呢 另外一套 我可以跟大家推荐的是这个 也就是 可以用两件式的层次搭配 我们先看到里面 是一个百搭的POLO3 这个POLO3呢 其实你现在入手 你可能到了换季 甚至到明年的时候呢 都非常的好搭配 因为我们知道 横条纹 再加上POLO0的设计是 不管时尚界怎么流行 它永远都不会退流行的一个风潮单品 那再来就是 这个外套的部分 它是用一个 非常轻亮羽绒的 无袖的背心 再加上连帽的设计 所以在秋冬的时候 穿着 一样可以兼具时尚 跟实用的态度 第三个 要跟大家介绍的 你可以在里面用比较明亮的色系 在外面用比较沉稳的色系去打扮 里面呢 一样是一个非常典雅的衬衫设计 你可以看到就是 孟特娇它在印花上面 充分地展示法国传统工艺的一个优雅 那在外面的部分呢 就用了一个轻亮羽绒的 长袖外套 这个外套一样有做脸帽的设计 所以如果天气可能下雨啦 或者是比较冷的时候 其实它兼具了预寒 还有我刚刚讲的时尚的一个概念 而且你一次购买满5000块的话 还有一顶帽子 所以 想要贿赂一下另一半 孟特娇是最好的选择 最后就是要告诉大家 全家大小都适合来趁周年庆 赶快搜购一番的旺代的生活精品 那我们来请旺代的AC小姐 哈喽 邱群老师你好 你好 我刚刚已经看到这么多东西 我首先先看到的就是这个垃圾桶 这个来自荷兰的品牌 它其实在设计感上都一直非常的强调 仔细看喔 你看它是非常优雅的 这样一按它就先盖起来了 而且我发现它里面的容量非常的大 是啊 它一边是11公升 然后再来有一个23公升 好大喔 对 还有我发现就是它本身的材质 有97%是可回收的对不对 而且还有它的这个专属的垃圾袋呢 也是全部可回收可分解 百分之百 除了这个以外 在周年庆的时候买它有什么好看 因为我们这次周年庆独家推出的是 买荷兰送德国 这个德国非常有名的 德国的NATSMAN水晶玻璃 它这个是有一个大圆波 跟自入的小圆波 那我们这次是特别在周年庆推出 11公升跟20公升 各20 piece的一个专属垃圾袋 而且我偷偷跟观众说 这个价格在周年庆 真的下沙的非常值得 赶快来 其实啊这个德国的生活精品 不是只有垃圾桶 它还有面包盒 它这个是有一个掀盖式的 那里面的话 最多我们至少可以放两条法国面包 我发现它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白色的透气孔 对不对 所以它可以维持这个食物的新鲜的状态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一个特色我发现 很贴心的这个专属的平顶设计 也就是说它不占空间 那我们入手还送这个 而且这个品牌也是跟刚刚那个水晶波一样 都是来自德国的 买荷兰送德国 你看我背起来了 没错 Asi 你知不知道 其实私底下我也非常喜欢做菜 所以从刚刚我就一直偷偷瞄掉这个不沾锅 您有眼光 真的假的 这是我们比利时培高福最畅销的亮彩不沾锅 不沾锅 其实我不沾锅会非常重视它的涂层 它这个是有欧盟认证过的 Fernod Green的环保涂层 那另外我发现它的盖子凸出来的地方 是不是可以放在这里 对不对 这款锅的话就是你强调煮好之后 我可以直接端上锅 对 这对妈妈也是一个福音 因为它不用再洗好多的这个锅碗瓢 对啊 而且你看它也有这么漂亮的颜色 可以设计外观 那另外就是它旁边有这个沥水孔 这个沥水孔当我们把它盖起来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透过旁边这个凹槽 去把它沥水沥干净 沥水都没有问题 Asi 我还是要帮观众问 周年庆我们买这个到底可以得到什么 这也是我们比利时的新款的不沾煎鱼 同一个品牌 没错 哇 好棒喔 也是生活精品来着 那除此之外 我还知道它的价格非常的让我惊讶 也是快要接近一半的价格 赶快 赶快 如果今天周年庆的时候可以买到 很实用的生活器皿 但是它兼具艺术风格 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 所以我今天在身后这个专柜呢 就是知名的Noritake 我们欢迎Noritake的代表出场好吗 Hello Mandy Hello 六千老师好 大家好 我知道这个周年庆的时候 有一个东西很想要跟大家分享 对不对 我刚刚进来就看到了 就是它 这个聚宝盆它的设计是取材 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个顶的这种概念 然后它的宝身的话 它是用这个南瓜的造型 我知道聚宝温渊大度 是 没错 然后像这个盖子的部分 上面这个的话是24K斤手工画上去 然后它是一个玫瑰花含苞的一个玫瑰 它这个聚宝盆是朴实的 轻薄然后可以透光 而且我觉得除了它可以收藏一些东西之外呢 它本身就是一个完美的艺术品 所以你放在家里的时候不但讨喜吉利 而且人家就会觉得你超有品味 所以非常划算 那要赶快 是 Mandy 你知不知道其实我私底下也非常喜欢 品酒 所以我觉得周年庆啊 一定要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么经典的水晶杯 这个水晶杯它是来自瑞典 那瑞典有非常多时尚的精品 他们特别对lifestyle很重视 只要是你爱品名的这个爱好者 所有的都用得上 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这个酒器 是 比方说这里有波尔多的 然后你喜欢Burgentine 你喜欢伯根地红酒 可以用这一个 然后甚至有威士忌的 还有香槟杯 还有醒酒器都有 所以就干脆一次一组带回去好了 一次够组 然后呢 而且我觉得它以手工杯来讲 它价格真的不贵啦 对对对 所以呢 我们这边有一个针对周年庆 它的一个优惠 就是你如果说满了一万块 就是全系列 随便你怎么挑都可以 然后满一万我们还有再加码送 哦 送什么 红酒 哇塞 那这就不是要赶快回家 配刚刚那个面包盒 里面的面包 真的吗 太棒了 是 Mandy 我发现这个花瓶也好美哦 对啊 老师你真的是 这也是周年庆必够的 周年庆必够 对 因为百世瓶的话 如果说是以花器来讲 或是这种水晶造型的话 紫色是最受到大家期待的 对 而且紫色其实它就是一个 帝王的颜色 对 然后是一个富贵的颜色 是 是的 而且呢 我有近看 我发现它这个水晶的透亮程度 特别的明显 没错 它是手工的 它是手工切割 然后它是有寒鲜的 那寒鲜的 它是透亮度会特别的好 更好 是的 所以趁这个时候周年庆 对 一定要入手 而且呢 不止这个 还有前面这个 金鱼盘 然后也是德国非常知名的 器皿的牌子 对不对 是 它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哇 所以今天介绍这么多 生活实际上可以需要的精品 但是呢 它又兼具了艺术收藏的价值 对 没错 我觉得真的最好投资的时候 就是周年庆 是的 如果你周年庆 还没有赶快移动你尊贵的脚步来的话 到时候你就不要怪我 全部被我收购光了 哇 看到我手上有这么多购物袋了没 我跟你说 周年庆 商品是不等人的 我已经刚刚介绍完 我说自己先投资了很多东西 因为怕你们帮我抢光了 你们都知道 因为我今天介绍的这个百货公司 所有的专柜跟厉害的品牌呢 都是在信义区 信义区本身就是一个超级战区 它里面应有尽有的梦幻艺品呢 不等人 所以呢 你一定要先做功课 再好好的刷一波 跟着我们节目 好好的写拼一波 保证 你不会后悔 我要赶快买了 拜拜 哇 看完了这个特辑 是不是觉得心痒痒香 赶快手刀冲到百货公司去 买周年庆了呢 其实你只要持续的锁定我们时尚 Hashtag 不管是开箱王或是人气王 你一定可以发觉到更多 你想要买的一些东西 这个时候周年庆就可以好好的 大肆的采购咯 记得每周六的晚间六点钟 要准时收看我们的时尚 Hashtag 下次见 拜拜